交换空间,南昌老房改造 新锐设计师,首次挑战48小时 爱你才会赢 重新出发,我认为才是最好的设计 两位新秀,谁的设计更胜一筹 48小时,有限时间,无限创意 回忆幸福,听海 回忆幸福,听海,给你好看 你准备好了吗 交换空间,交换精彩 大家好,这里是交换空间,我是王小千 今天我们这期的节目呢,还是在南昌来进行拍摄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南昌的张树林文化生活公园 那这个地方呢,是南昌人平常休闲的一个所在 今天入选交换空间的两个家庭呢,都是住在这个文化公园周围的 两个家庭呢,一个是有一个孩子的三口之家 一个是有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 参加今天交换空间的两位设计师可以称得上是新锐设计师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关注生活点滴,把握生活细节,创造生活品质 大家好,我是设计师翟星 翟星认为,没有最好的设计,只有用心的设计 设计并不是盲目迎合业主的要求 而是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灌入设计的根本 他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 这些爱好也让他的作品充满艺术气息 我个人认为,只有用心的设计师才是最好的设计 一个设计者没有放心的去做,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得到的 设计并不是迎合客户的要求 而是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基础上 放入自己的主题、元素、创新、理念 重新出发,我认为才是最好的设计 认真做人生的设计师,大家好,我是周默 周默,从事设计九年 热爱工作,有梦想有勇气 让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活力 做了这么多年的设计 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对工作的执着和坚持 不同的空间存在着不同人的审美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设计师对他的引导 好的设计会把宽广的文化视角 功夫的知识融入其中 提高人们的审美情绪 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设计师 对我们的节目来说呢,都是新人第一次参加我们的交换空间 周默和翟星 但是对两位新设计师来说呢,这次的挑战却不小 因为改造的两个房子呢,都是老房子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到房子里面去看一看 交换空间,南昌老房改造 新锐设计师首次挑战48小时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来,您看这就是我们的 于林和傅俊星一家四口 客厅是个长条的35平米空间 两个儿子的茁壮成长让家里充满欢乐 也让客厅堆满了各式玩具 在客餐天好像比较狭长 光线也是有点暗的 是的,是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博物以国强把家里面改造的营养一些 好像这个墙面也是被两个花包花得比较一定花 对,还比较玩具 还有三大箱玩具呢 对,三千不够用了 看来我们还是需要一定要加油 那要给你添麻烦了呢 老师一起加油 好,加油 设计主题是冲海 炎炎夏日里有一部海岛小屋 热了就去冲浪,烈了就躺在沙滩上 我就要打造一个这样轻易的家 本次翟星要改造的是魏刘颖和黎骏 位于一楼的二十平里客厅 魏刘颖和黎骏的家虽然不大 却是他们精心挑选买下的二手房 这个房子承载了他们的奋斗经历和故事 他们相识于广州 后来一起回到故乡南昌 结婚生语 女儿活泼可爱 一家三口的生活其乐融融 那你们对于房子的改造有什么要求的想法 我已经准备了满满的十五条 都在这儿,你自己看 十五条 很多 桌菜 温馨 储物空间 全身静 总结为三大点 主要是我们这个餐桌 确实是年代久远 而且比较遥遥欲坠的 我希望我们一家三口 有一个非常趋势的 温馨的一个吃饭的地方 这个空腹的储物空间 那同时因为小孩子比较辣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墙面材料呢 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因为他竟然会喜欢乱动画 同时满足他们还真有些难度 翟青到底怎样打算呢 本次交换的家庭 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和三岁的宝宝 而这一次的交换主题是回忆幸福 在这次设计里面 我加入了一些他们两个相知相恋 相爱的一些设计元素 希望能够让他们回忆起幸福的感觉 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的 就是48小时的装修之旅 在此之前呢 我要特别的感谢 有家有爱有欧派 欧派家居集团为我们提供的 各2万元的家装基金 还要特别的感谢 买家电上京东 京东家电为我们提供的 各价值1万元的家电基金 好了 我们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开工 对不对 48小时 倒计时 开始 搜接开始 为了解决红队家庭因为小孩乱涂乱画造成的墙面困扰 蓝队要去寻找一种耐擦血的涂料 这不是笔纸吗 看着像墙纸怎么样 看着像墙纸 但实际上它是一种环绑材料 这个涂料没有多点的 不是你们看 这样不会坏吗 不会 这种涂料 拨完水以后 它会马上吸收水跟水分 然后很快会干 然后水拨上去的话 以后也不会掉色 看上去的话 把它像那个墙子一样的一起赶上 然后防潮 就是这次我们要做的一个背景墙上 红队却来到了赣江边上 我们不是来搜街的吗 对呀 我们搜街就是在这里的 我们搜什么呢 你看街上的小石头 就是我们的宝贝 我们要挑什么样的石头 对呀 很多石头 要挑那种长得比较圆滑 要漂亮一点的石头 到底设计师 要把这些鹅卵石 做怎样的再加工 我们拭目以待 交换空间 南昌老房改造 新锐设计师 首次挑战48小时 哎 今天才会赢 重新出发 我认为才是最好的设计 两位新秀 谁的设计更胜一筹 48小时 有限时间 无限创意 回忆幸福 听海 回忆幸福 听海 给你好看 你准备好了吗 这就是我们把门给换了 原来是一个年代感比较强的木门 我们南昌的家庭在装修的时候 都会安装一个这样的门 主要是给它打风 那么但是木门不透光 那么现在改成这种 就是玻璃式的又透光 这个落地式的玻璃门呢 即时上又透光 配合了我这个听海的主题 红队把老旧的阳台门拆除 换上了落地的速钢玻璃门 蓝队的技工师傅 则把原来餐区的门封上 安装了吊柜和卡座 一开始的话 它这一块是没有餐厅的区域的 完全没有 它就是仅靠一个 大概60公分的一个小餐桌 仅放在这一边 然后这一块的话 把它全部做了一个储物型的卡座 这里面全部是可以储物的 然后是现场做的 包括这上面的吊柜 因为它有一个要求 就是它的储物空间没有不足 所以我在它 安排它一个餐厅的区域的同时 把它的区域变成了一个储物空间 然后上面吊柜 然后正好按照这个区域的话 把它的区域化分明显一点 包括书房 客厅 餐厅 接下来 宏顿又来了不少版式家具 看起来要组装的柜子真不少 书柜 电视柜都很实用 哎呀 他们家有那么多柜子 我们家有没有那么多柜子呢 我羡慕死了 也不知道咱现在有没有 跟我们家女儿做一个学习区 非常期待 不用担心 你家也有学习区 设计师已经为宝贝精心预留了 未来的书房 进门的话 我一个临时换用的一个鞋子 是放在下面的鞋柜 然后我上面是一个储物柜 就换一些换季的鞋子 什么之类的 后面我又给它单独做了 一整排的一个储物柜 你整排的一个储物柜 也就是说增长它的储物空间 这里是可以存放一些比较大间的 东间的过冬的衣服 增加它一个储物空间的一个使用性 这一块是专门为宝贝设置一个学习区 那个书桌的写桌液学习用的 然后后期的话 我会靠一些灯光和一些配饰的一个挡光双脸 去把这一块整个的光线增加 所以光线的问题是不会有 那这块呢 这一块我准备有一些色彩的搭配 让它有一个宝贝的书房效果 财新给他们女儿设计了一个专门的学习区域 而且很漂亮 不知道我大宝二宝有没有学习区域呢 红队把干浆边捡来的鹅卵石进行再加工 用顶锡颜料画上自然界的花草昆虫 让石头有了生命力 你看这有花有蝴蝶还有植物 太配合你那个青海的那个主题了 接下来他们用玻璃胶把石头粘在木板上 再装入玻璃相框 充满海洋气息的装饰画就做好了 设计师为红队小两口精心定制了一幅高清壁纸 内容是广州夜景 广州也是他们当初相识的地方 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回忆幸福嘛 就是把这个广州的夜景融入到我们设计里面 它客厅跟餐厅的区分点就在这幅画上 让他们坐在家里打到看电视的时候 无时不刻可以想起当人在广州时的那个经历 是 周末为什么这个柜子往这边放过那边放呢 我们这边呢是放进了一个储物柜 这边呢给他留了一个家电的位置 比如说冰箱之类的 对了这个冰箱还没来呢 我们得赶紧给玉璃打电话呢 给他一下路线 哎 有路线 喂 喂玉璃啊 你的家电还没到吧 晚总 你的家电还没来吧 怎么办 哦我也忘记了 那怎么办 要不然现在出去买吧 可以 担心担心 现在去了 我的事还没做完呢 那怎么办呢 那是不能不买啊 家电是吧 你在网上买吗 网上来得赢吗 来得赢 明天到货呢 今天晚上新银之前下来的话 第二天就可以到货 我买过的 是吗 嗯 家电都是在网上买 那么 那我们赶快那个 在网上 看看 来 直接用这个手法 洗衣机需要来一台吧 嗯 洗衣机 对 这个空调也可以 这个空调 空调也来 把特定那个电视机也换了 再选一台 一步更适 怎么不需要冰箱呢 冰箱选了 我们就说 看看冰箱子出来 视线以后 买一个 可以啊 我看家电还很实惠的 红队有了八台 兼普无贵 同时 他还是两个兄弟的学习句 一举三得 哎 我记得原来这是一个很高的板奥盒 嗯 现在换成矮的皮 最多感觉 非常通透 哎 你看这边还有很多的储物空间呢 你看这边也 啊 这边也有 对 这个蛮大的 有网上别看 这边也过来 好 这是一个方角的背景 哦 它其实不仅是一个搬牌 而且全是他们家大宝小宝学期的一个机构 上面呢 将来还会有一个酒站 那我不得不说 可惜不是我们家的 为了让空间有变大的效果 蓝队在电视墙一侧安装了大镜子 技工师傅用环保涂料在电视墙做出结梗花的效果 那他们在嗨的小女儿呢 当时会画东西想去 那怎么办呀 很容易清洗的 像这种土药的话 直接用水清洗 我差别就不太好 那差别那个 交信还要 是说来画 在我们看这个图案 这个画文 这就是我们 呃 这就是我们呃 一开始跟你说的这个 这个 结梗花的一个意思 因为结梗花是代表不离不弃 有很耐心 那应该好跟这个筷子相冲 对 结梗花的效果 表达对主人的美好祝愿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可以趁这个时间 好好地休息一下 啊 那么现在两个房子的主题都已经定好了 名字起好了 一个呢 叫听海 一个叫回忆幸福 听上去好像给想象留了很大的空间 但是不知道收房过后 我们的选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 效果怎么样 就要看他们的反应了 好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来看看今天的空间榜样 江心仪 这就是艺术家 倡导发赛式生活美学 这是一个66平方米的两居室 设计师江心仪通过巧妙的布局和装饰 让她有了新古典的浪漫 优雅感觉 我们要怎么样 就是不透过做过多的表面材 比如说我们墙壁天花板 不做这么多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呈现一个新古典家的氛围 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家具 可以从我们的照片里面发现到 before after的差别 然后分成三个层次 比如说完全没有动工的时候 到我们可能以为完工的时候 我们心目中的以为完工 可能就是把天花板做好 把后面的壁板做好 但实际上我觉得 那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家 当你要呈现一个完整的家的时候 它一定要有所谓的灵魂的存在 可能就是我们的deco deco的before after 它可以就是产生一个空间的魔力 让你觉得说 哇 原来一个家 它需要有这么多的心思放在里面 然后才有办法 变成一个让人可以生活在其中的空间 在客厅 通过不同深浅的藤色巧妙搭配 营造出安静自然舒适的空间格调 Idan一直认为deco它是一个专门管理 也就是说不是我们事后要做 喜欢一个单一的物件 把它就是这样子摆进去 所以我们当初在做这件计划的时候 我们是以藤色为基础 然后搭配湖水栏的相近色的东西 比如说我说的相近色是 假设我们选择像这样子的灯具 它是有湖水栏的基底 那我们就会搭配抱枕 然后有一些相近色 然后带出这个空间的层次 而且其实我们都有事先做过摄材计划 所以会发现我们的藤色 从二三次种的藤色里面选出来之后 从框到沙发到抱枕 我们通通都是有做过计划跟材料版的 在陈设装饰方面 江西仪花了一番心思 包括沙发靠地的大小 摆放的深度和角度 也是精心考量的 结合主人的身高 让使用者舒适记载 那一般来说我们的抱枕都是定制的 你会发现它可以带出大中小的层次 那它的厚度其实会让一个 就是像我们这样子 就是比较160几公分高的女神 在这个沙发里面定一块在后面 所以我们会觉得你坐起来 其实你的脚着力是刚刚好的 小户型也可以有六人长型餐桌 黑色的桌面显得干净稳重 用它作为基底 让主人可以随心情更换餐桌装饰 让生活与众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 房间的餐桌装饰很丰富 但是却并不显得阴景 诀窍在哪里呢 因为其实我们用了一个概念叫做透明 你会发现从我们的灯具 到我们的调味品 到整个主台 其实它都是一系列透明的感觉 那到不锈钢的餐盘 甚至你看我们这边有一面 非常精致的镜子 那这样子的交互作用之下 你就会觉得这边的空间 其实宽敞很多 书房和客厅中间的门 则采用了半透明的设计 让主人不但可以在书房拥有隐私空间 思考创意灵感 还可以随时关注外面的活动 放松心情 所以你会觉得 哇 从哪一个角度看都很漂亮 对 因为其实这间书房 它的品质比较小 那我们希望是跟外面的光线 有一个像不易的效果 我们的书房其实都会结合一个卧榻 它可以变成收起的地方 甚至是将来做客房预备的选择 那我们的拉门对拉打开以后 你也会觉得这个空间是宽敞的 那这一次的木地板 我们选用的是刷白的颜色 它会让你的空间看起来有一种 比较温暖 然后质朴的感觉 那再带出一些不锈钢 或是藤色 你会觉得 这个空间让你在读书的时候 在处理公司的时候 会更加的宁静的 卧室原本狭小简单 但是通过隐藏式衣柜的典雅线条 和洗手间有框架的拉门 让卧室显得丰富又宽敞 当你的主卧室越小的时候呢 你就不要用既定的组合 就是既定的床架 比如说你会看到它背后的床头板是延伸 这样子的延伸 其实让你的走线拉长 你无形之中你的空间就会宽敞很多 那再加上因为它的台面不大 所以我们用闭灯的效果 去做这样子的灯光设计 节约空间的闭灯 没有扶手的轻巧沙发 让小小的卧室五脏俱全 在这里读书兴气 使都市女性享受生活的美妙空间 交放空间 南昌老房改造 新锐设计师 首次挑战48小时 从新出发 我认为它是最好的设计 两位新秀 谁的设计更胜一筹 48小时 有限时间 无限创意 回忆幸福 听海 回忆幸福 听海 给你好看 你准备好了吗 因为屋子位于一楼 先天的光线不是很好 设计师做了特别的灯光处理 除了增强主灯亮度 还添加了射灯和灯带 让客厅顿时明亮起来 首先要搭配两个主灯 一个餐厅灯 一个客厅灯 而且这两个灯属于是一套的灯 是相当光的 对 整个一个说现代风格的一个感觉 旁边我加了七个射灯 背景强的三个射灯呢 就是主要是想把整个背景的效果 整个射出来 对 然后这两个射灯 是把沙发背景射射出来 那边的两个射灯 也就是说把镜子的反光效果 就是我一开始跟你们说的 镜子的反光效果 从灯光打上去 做成的房间更亮 这呢是一个既是一个储物空间 又是一个组合可以变化的一个空间 你看 如果想照镜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出门的时候 可以在这照一下镜子 然后如果不想要镜子的时候 可以两个折叠门折叠在一起 就是一个装饰柜 早知道我们家也这样装饰就好了 蓝队昨天下午在网上订的家电 终于及时送过来 还真没少买 一 二 三 四 一万块钱给买这么多家电 都是一万块钱买的吗 是啊 因为今天价位比较便宜 蓝队就是个过日子 来我们看一下 把冰箱换在这儿合适吧 刚刚好 位置刚刚好 大小也刚好适合 他们家可赚了 现在这么大一个储物空间 完了以后 又还来这么大冰箱 早知道我们家也这样改造就好了 就是 接下来是我们旧物改造的命题时间 江西菜也就是干菜 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菜系 那要是在这个江西啊 每天早晨是怎么开启的呢 一般来说呢 就是跟这个民间的瓦罐煤汤 联系在一起的 去买一罐罐煤汤 再吃上一份半粉 哎呀 这个生活就有滋有味的开启了 美好的早晨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旧物改造的命题呢 就是这种 咱们的江西民间瓦罐煤汤的瓦罐 一般来说是有这两种瓦罐的 用哪种改都可以 这就是今天的旧物改造 做个油灯吧 这个比较光滑一点 我们就给它 保留原来的这个罐子的颜色 然后贴个亮片 这个比较粗糙一点 我们就把它上个颜色 然后画点花 红队两位选手分工明确 黎骏负责把瓦罐贴上亮片装饰 魏留影则发挥所长 用丙烯颜料 把瓦罐刷白晾干 再画上写意的花卉图案 接下来 把铁丝做的架子夹在瓦罐上 反谱归贞的香薰灯就做好了 我们把这个瓦罐变成香薰灯 有创意吧 此时 黎骏的亮片装饰香薰灯 也大功告成 感觉也不错吧 好 我也给你点个赞 蓝队把瓦罐上色画好图案后 又用双面胶贴 把瓦罐的口封上 这是要做什么呢 原来 他们把瓦罐封口后 再贴上儿童玩具 做了一个存钱罐 我们的存钱罐就做好了 来再看一看 是不是很漂亮 我们先来看蓝队的作品啊 蓝队呢 是做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脑罐罐就是这个了 脑罐是这个 他做了一点手绘 画了一棵大树 画了一些红红的果子 这是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存钱罐 钱从这里放进去 在南方很多地方 这个东西叫铺满 就是放满了之后呢 砰一砸 里面的钱才会露出来 这是我们蓝队的改造 存钱罐 再来看红队的改造 先来看这个 非常清晰 把它给挂起来了 然后呢 这个瓦罐的盖上呢 有鸟 是吧 大家看到了 这个棉线的鸟 这鸟呢 是放在瓦罐里头的 女孩子可能一下就看明白了 这是一个香薰炉 你可以在瓦罐的肚子里放香精 放精油 然后呢 扁起来之后满污飘香 这是这样的一个改造 在这个瓦罐外面 它粘了一些亮的片片 是增加一个装饰感 还有两个 是做成了白色的 都涂了颜料 做了手绘 也是香薰炉 还有一个 不是画花的 而是拿麻绳 缠成一个圆圈 然后做了一个装饰 还有一个架子 能够这样 立在桌子上 我们现场呢 有50位交换空间的热心的观众朋友 请大家用手中的乒乓球告诉我 你更喜欢香薰炉的改造 还是更喜欢存钱罐的改造 投票开始 好 我们的投票已经结束了 请我们的双方的这个选手来预测一下 你觉得谁会获得比较多的票数 我觉得我们比较辛苦一点 比较辛苦一点 你们呢 我觉得红队吧 它的那个创意的总统比我们多一点 我们数量算也比我们多 是吧 也许他们的票数才能高一成 好 公布一下22比28票 我们要恭喜这个手工费的多 功夫费的多 这个样数也比较多的 红队 来 栏目的选手奖品呢 由雨红防水为我们提供 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无论得票多少 都是有奖品的 这是你们的一套 谢谢 谢谢 这是你们的 因为你们得票相对多 所以是更大的一套啊 好了 现在我们大家要干嘛呢 要把这个工具箱放好 然后要稍微的安静一下 来想想自己家到底变成什么样了 因为马上就要收房 南昌老城区旧房改造 听海和回忆幸福 48小时装修 大结局 就要揭晓 马上要收房了 他们家那个柜子挺多的 又漂亮 而且 对 很实用 我们家 不像他们家 然后客厅啊 饭厅啊 分区这么明显 就是我们家会装成什么样子 经过48小时 我们的回忆幸福 已经顺利完工了 这次的风格 主要以现代风格为主 那今天给大家面前的 是一个比较现代 都市的一个感觉 希望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让他们家喜欢 我希望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好紧张 偷偷回来过吗 这两天 没有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有人给你们通风报信吗 没有 也没有 我们很有契约精神 我们就特别喜欢 你们这样的选手 就是大家说好了 就一定要履行自己的 这个承诺 要不然就没意思了 对不对 好吧 那么你们家的这一房子 现在已经改造完了 它的名字呢 叫做回忆幸福 准备好看吗 准备好了 这个反应它有趣了 这 我感觉这个灯不像我们家 这个是我们家呀 那是谁家的 当然是你们家了 这个灯不是你要的灯吗 不是你说你要的 这个灯我很喜欢的 以前你们看到过吗 我在网上看到 我还把它存到我的那个 车里 打算买的 然后 反正 我觉得 我喜欢 我太喜欢这种的了 你们当时提的就是 想要现代一点的 我喜欢艺术一点的 现代一点的 干净一点的 干净一点 然后颜色一定要清爽淡雅 然后又有那种设计感的 我觉得 是谁你被施了那个 叫什么 葵花点学手了吗 你怎么站在这里 一动动不动 你看看行不行 一动一下 其实说实话 我们家老房子 这个设计师真的是 用了那个心 真的用了心 我真没想到 我们家能变成这样子 首先你想到没有 那个门里你堵上了 我没想到 那个门没有了 那个门以前是你们的入户门 但是后来它被废弃了 对吧 可以不走那了 但是你的门还保留在那 所以呢 就 那个空间就被 劈开了 就淋水了 那你们当时提了一个要求 说想要换一个餐桌 因为你们这个餐桌 有点那个 摇摇晃晃的 现在呢 它整个就做了一个 独立的餐区 咱们从这边看起吧 好不好 独立的餐区 你们当时还提了一个 非常具体的要求 就是关于储物空间的 来做一下这个 做出来的餐区 储物空间往上看啊 占天不占地的一些吊柜 对 然后呢 还有你们座位底下 有很多柜子 摘起来 先 你先就知道了 这是 一二三四个柜子 然后呢 这一股 是 好大的啊 然后 这边呢 是可以做 要往多个座的话 六个人 七个人都没问题 是不是 对 绝对没问题 真的 你为什么在沉默中 还显得有点沉重 你跟我说了什么 我 我 我很激动 我一激动 我就 我就 冷静了 冷静了 就是反应比较 比较不声明 还没反应过了 还反应慢慢热情 没事 你慢慢看啊 因为你们家的这个 空间相对来说小 所以呢 还有撞了两个大镜子 希望能把这个空间 搞得开阔一点 我们家怎么说原先 不像他蓝队他们家 他是分区两个比较明显的 我们是老房子 他不是那种餐区 跟那个客厅分的那么明显的 啊 所以我觉得 呃 我要感谢设计师 他把他 那个地方还有 专门的一个那个写作台 然后吃饭 然后会客 对 然后非常对 迷使有个坎 就是我们家没有一个全身镜 然后每次出门的时候 只能照半截 对 然后 哇 放多近了 我想了 怎么怎么 全方位的照 现在你们家这个客厅呢 是分了三个区域 用餐区 会客区和学习区 学习区是你给你家宝贝准备的 啊 你是有三岁的女儿 对不对 对 对 啊 对 好 我们看完了餐区了 啊 这儿是这样的 有人可以坐卡 坐我吃饭的时候 有人可以坐小椅子 啊 都放好了 然后 呃 会客区呢 看上去就是非常简 简单明了 对 就是沙发 茶几 电视 就是这么一个 功能性非常清楚 这后面是南昌的吗 你仔细看 仔细看你的小男腰 哦 你是南昌人吗 你是南昌人吗 我也是本地的 也是本地 但你们俩去相遇在广州 对 呃 高校的老师的 高校的老师的 高校老师是你的朋友 对 对 然后待了两年之后 你就回来了 啊 你也回来了 我也回来了 啊 为什么叫回忆幸福 但是我看你们看到这个好像共鸣不是非常强烈 呃 因为小男腰的话好像是后期我们离开了那个 离开了才有的 哦 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南昌人 是吧 所以南昌更加共情 啊 这个是因为知道你们的爱情故事 所以实际时呢就专门做的这么一整面的墙呢 是广州的夜景 因为我们相遇在广州 相爱在广州 相知相识 对 对 对 互相追随 主要是我更多一些 我更多一些 我更多一些 这是第二个区域 第三个区域呢就是这边了 呃 除了有大面积的柜子之外 啊 都是储物柜啊 大面积的储物空间 然后呢有一个写字台 这儿下了一个护目灯 就是连孩子的 因为是小女孩 所以她能有一点粉红色的小发作 最有意思是应该是这个 大白呀 她最近最喜欢看那个大白动画片 你喜欢女儿是吧 对对对 对 她很喜欢大白 大白很温暖 对很温馨 很可爱 很可爱 那个 还是她妈妈 你说两句话 什么心 你这样搞得我 我我我我我我我 太阴激动的乌鱼 你你你你 我觉得很满意 我很喜欢 真的吗 对 非常满意 我非常喜欢 你们家是不是经常还会有亲戚啊 或者老人过来 有 对所以有的时候会住在家里是吧 对对对 因为我们两个人上班 小孩还小 没上邀缘 所以要家长要过来帮帮忙 带带小孩啊 好那请你们两个把这个茶几往后帮我 哦 拨一下可以吗 好 然后我们现在要来看 哎呀要帮他在那边放 哎呀把那边拉就好 好的好的 哈哈哈哈 一个床啊 对呀 你家里来的人多睡哪啊 哎 就拉那个拉手就好了 好 放 哎 哦 好了 很漂亮 然后把这个茶几拿掉呢 其实本身你看到了后面 哦 他还能再往下放 明白吗 哦 他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双人床 那么现在这个呢 是一个观影沙发 就看电视 你想 就是这样可以坐着非常舒服 腿是可以平放的 来 试一下 最爽 我就先感受一下了 你老公也可以一起感受一下 我怕弄脏 还好吗 很爽 假一几座位吧 对对对对 嗯 很爽 很爽啊 其实就是这样也可以睡两个人 要把这个床再放倒就更舒服 应该是可以放的 当然可以放 可以放 对 好了 我们起来吧 相当谈 我们起来吧 坐这 坐这 还有什么地方没看到的吗 都看到了 哦 鞋柜啊 在这儿 哦 一进门还做了一个这样子的 对对对 一进门的鞋柜 你们不是也提了要求吗 要做鞋柜 是吧 对对对对 好嘞 都看完了 平常 你也是这么 啊 西末如今的嘛 西 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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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所以我觉得 我也一直想为我的老婆做这一点没想到今天央司的这个装空间报完成了这个行业 太好了 这个灯和餐区的灯是一套的哈 就如果一个大型一点一个微小型一点 然后呢呃房子必须要用足够的灯光来呃设计出它的层次啊要不然这个房子会很平 以前你们家是一个主灯就没别的灯了对吧 啊对啊对 现在他加了七个射灯看到了吧 啊七个射灯 然后又加了你比如说那个灯蛋哎对这样就可以让它更加的富有立体感和层次感啊对 行了我不说了回头你们自己在呃那个仔细的观察再琢磨吧 好 好不好 啊打开 你来一百分吧 我一百分 你一百分 我肯定一百分啊 哎嘿嘿嘿嘿嘿你呢 我觉得我应该是两百分吧 哈哈哈哈 加了他的一百分 嗯 不需要特别的那个不好意思如果哪觉得不好就直说出来有吗 没有啊我一进来给我的感觉先是精 嗯然后是洗洗完了以后就开始慢慢的就觉得要慎一下我们家以后就这个样子我很喜欢 真的太好了真的喜欢是真的喜欢人的性格各有不同有的人呢是外向的表达型的有的人呢是内向的体会型的 我绝对是属于后者后者是吧对行从打的分上来说两位还是比较满意的来是吧 蓝队家怎么样小生说这让他说他是体验一下的哦这样子啊好吧那我们去蓝队家好吗走 我这次的设计主题是青海在隔绝上在原有的客餐厅区之间增加了吧台兼学习区客厅呢把原有的电视和沙发背景进行了对调 餐厅增增加了强大的服务空间在灯光上增加了灯带和射灯让空间更加明亮色彩上以蓝队为主调打造一个说是倾意的家 《月诺冉主》 《月诺冉主》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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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您不见 不敬